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天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 我一直在你身旁 从未走了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我一直在你身旁 辽阔草原 美丽山岗 群群的牛羊 白云悠悠 彩虹在兰华 挂在兰天上 有个少年了 有个少年 比较少年 太阳下山无人回家 静静的牛和羊 月儿弯弯星光灿烂 满洒在天上 有个少年手拿掌地 站在藏心下 四伞传来草原木格 温暖着我和你 有情人啊 我想问你 何处寻觅何处寻觅 地球点长 有情人啊 希望我能够 和你一起和你一起 放个木叶上 给大家看 这一集 我isko 没特别人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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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顺账 要过草原美丽山岗 纯纯的牛羊 白云悠悠彩虹在蓝花在蓝天上 有个少年手拿皮便站在草原上 轻轻哼着草原梦歌探护着明河阳 年轻人啊我想问你问 可不让我可不让我诉说衷肠 年轻人啊希望我们都和你一起和你一起探护你模样 刚才呢我们毛宁大哥给我们带来的是新专辑当中的几首歌曲 我听说就是最后唱的那首原野木歌是您这个挑选新专辑歌曲当中的第一个选择 这是陈美玲的原野木歌 但是现在我想问的是你看新专辑已经出炉了 不知道这个专辑刚刚完成的时候 第一个拿给谁听 这个唱片刚刚完成的时候 整体那天一触碰我心里就特别的感慨感动 所以第一期时间就想起了自己家人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然后就给蔡明去听了听 嗯蔡明姐 其实蔡明呢一直以来都是毛宁大哥的好朋友 挚友可以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道路上啊 有高潮也有低谷 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 蔡明姐始终是跟毛宁大哥站在一起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蔡明姐上场 有请蔡明 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整装待发的毛宁大哥站在舞台上 自信满满的样子 哇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要对他讲 对对对今天是毛宁的专场演唱会 非常的为他高兴 我到这来是特意向他表示祝贺的 我认识毛宁很早 1992年 那时候他刚参加完歌手大奖赛吧 在清歌赛 清歌赛 那会儿他没有现在这么有名 啊 是